佩奇 佩奇 快来看 这里有一个饮料贩卖机 佩奇过来了 可是还是发愁的样子 怎么了 佩奇 你不是说口渴吗 正好我们在这里买一些饮料 乔治 我今天身上没有带钱 怎么买饮料呢 没有关系呀 我带钱啦 看看这些够不够 够了够了 乔治 等着我带你买饮料 好 我们拿一个硬币来投进饮料机 选择口味 出来了一瓶蓝莫味的 那乔治这个先给乔治喝 对 这里还有硬币 我们再来一份 这次买到的是苹果味的 这一份我们来给佩奇 佩奇 佩奇 这里还有一个硬币 不如我们再买一份吧 那好吧 哇 这次出来了一个大家伙 这是什么呀 乔治 乔治和佩奇 顾不上喝饮料 围着这个转呀 转呀 里面的颜色非常漂亮 是彩色的 还有金色的 佩奇 佩奇 我们别看她了 佩奇 我们别看她了 要不然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好不好 这样看得又不清楚 那好吧 乔治 我们来打开咯 哇 还有说明书 佩奇 佩奇 你看好多金币 我们是不是要发财了呢 哇 这么多金币呀 乔治 你仔细看一看 这不是金币 乔治 乔治 仔细看了一看 然后又趴到上面闻了一闻 哦 这是巧克力是不是呀 一股巧克力的香味 对啦 我们今天买到了 彩色的巧克力 那佩奇 这么一大堆巧克力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吃完呢 不如和我们的那些小伙伴 一起来分享这些巧克力 怎么样呢 好吧 乔治 那佩奇 你在这里看着巧克力 我去喊我们那些小伙伴怎么样呢 不用了 乔治 我们把这些巧克力呢 装进罐子里 把它背回家 这样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 不是更方便吗 对的对的 佩奇 还是你最聪明 不过我要先尝一下 这个巧克力味道怎么样 小猪 乔治一口就把这个巧克力给吃完了 看着我们讲出去的